妹妹常常受恶鬼击辱,为帮她摆脱困境,姐姐付出惨痛的代价,本期厉哥带来电影《悲剑》。 这天姐姐开车路过一处偏僻房屋,突然间导航失灵,透过车窗,姐姐看到房屋内有个黑色的影子,一时间她以为看错了,若无其事地离开。 谁知道了晚上,有个男性厉鬼趁着姐姐睡觉,暗自做着不可描述之事,躺在一旁熟睡的妹妹丝毫没有察觉到。 姐姐知道事情不对劲,于是来求助大师,但大师说这只鬼太厉害,无法驱逐。 姐姐不想连累妹妹,便收拾行李离开,姐妹俩分居生活。 不久后,在学校读书的妹妹遭到一名转校生的纠缠和追求,经常被跟踪,找到她既恐惧又害怕,这个转校生正好还是姐姐的前任。 实打实的渣男,整日摆着坏笑表情,内心都是肮脏的心思。 一日妹妹在家洗完澡后,上床睡觉休息,结果到大半夜,被子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开,双腿也被分开,妹妹的嘴里发出叫喊的声音。 原来拿着好色的厉鬼缠上了妹妹。 本来妹妹觉得只是想太多,青春期女孩做个春梦很正常的事,直到有一天妹妹昏倒在地上。 幸亏同学书英及时发现,书英打电话告知姐姐,等姐姐到来后,书英说到妹妹房间里,今日都有叫喊声,大概是交男朋友了。 但姐姐了解妹妹,她深知妹妹不会有男友,大概是青春期欲望过剩。 不过好景不长,事情没向好转的方向发展,一天晚上妹妹睡觉时,被色鬼欺辱的场景,全被同学看在眼里。 出门在外的姐姐听闻动静后,立马跑了过来,等跑到家里才发现双脚都被磨破了。 姐姐决定把妹妹接到自家的屋子住,起初妹妹还怪罪姐姐,当初撇下自己,一个人离开。 但看到姐姐一脸担心的模样,于是便给予包容和原谅,姐妹俩重新地住在一起,睡在一张床上,安安稳稳睡了一夜。 但是隔天醒来,妹妹的肚子一夜之间变大。 因担心妹妹的安危,姐姐赶忙带着她去往医院检查。 得出结论,妹妹怀孕了,而且孕期已有好几个月,听完医生的话,姐妹俩感到惊慌不安。 与此同时,令姐妹俩没想到的是,那名渣男转校生,凭借着变态心理和厚脸皮,成功找到追求对象的所在处。 还趁着姐妹俩出门,偷偷撬开门锁,流进屋内,在客厅和房间安装监视器,通过手机观察姐妹俩的一举一动。 回到家后,妹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,毕竟莫名其妙怀孕,应该一个人静静。 姐姐则有事出门,留下妹妹的同学一人照看。 姐姐离开后不久,妹妹就在床上睡着,这时那名色鬼又爬到妹妹身上,这一次妹妹察觉到不对劲,发出叫喊声。 碰巧这一场景,也被转校生尽收眼底。 她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房间,安抚欣赏人的情绪,不停在屋内叫缓,直到同学报警后才离开。 不过等到隔天晚上,转校生手出一把刀,也不知目的是为何,反正就摆着猥琐恐怖的表情与姐妹俩展开搏斗。 本来若女子处于劣势,但色鬼看不过去,觉得这臭小子老是来捣乱,便用尖刀射下陷阱,将转校生刺死。 昨晚的事情令姐妹俩惊魂未定,只是眼下要解决的,应当是妹妹的大肚子。 莫名其妙有个小宝宝,这该如何是好? 姐姐心里知晓,搞大妹妹肚子的色鬼,与此前纠缠自己的厉鬼应该是同一鬼。 为寻求解决办法,姐姐再度去拜访大师,大师仔细一想,也不是没办法。 既然这色鬼干不掉,就尽量满足她的要求,帮助亡魂,投胎展示,去往另一个世界,不要留在人间。 按照大师的指示,姐姐先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,然后让大师召唤色鬼现身,随后将自己的肉体交给色鬼,蹂躏摆布,整整一晚上不停歇。 隔天,姐姐一山不整,瘫倒在一张床垫上,妹妹则高兴地发现大肚子消失了,生活总算回归正常。 最后妹妹找到一份好工作,还交到个男朋友,过得很滋润,姐姐则不知去向。 内心的由衷之言,脑海的思虑顽迁,日复一日受到积压,恐惧伴随着忧愁,烦恼的情绪冲入全身,不满身上各个奇观。 那一瞬间,人遭到欲望的支配,自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 结果不过只是无关紧要的蝼蚁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,我是黎哥。 我认为是黎哥。